作词 李宗盛 作词 李宗盛 如果这都看不出来我爱你 我还要不要再继续 说好的不如不弃生死相依 如果这都看不出来我爱你 我还要不要再继续 原来是说说话语 风哥 任浩铭来了 想要见你 任浩铭来了 那我可要去会会他 你去看好阮斌 千万不能让他出什么差错 明白 任会长大驾光临 有何贵干呢 今天我只想跟你说一件事情 马上和我姐离婚 我不想让他和你再有任何关系 离婚 我没想离婚的 你再说一遍 我说我不想离婚 我为什么要离婚呢 他人轻轻进了我林家的门 生是我林家的人 死是我林家的鬼 我还没问你呢 你什么时候把他给我送回来 这里才是他的家 这可由不得你 你今天如果不跟他离婚 别怪我的子弹不长眼 打死我 只要你开枪 明天上海所有报纸的头条上 都会登出来 任会长守刃姐夫 任大小姐 守寡疯癫 怎么了 不杀了 李凤 人在做 天在看 你做的每一件事情 都会有报应的 天天 来 多吃点 你还在想着清清姐的事情吧 你放心吧 我们这么多人照顾他 他一定很快就会好的 你最近做对过什么 还掉脸 会长 别这么说他 多吃点 这个菜有营养 我吃饱了 我先回房间了 别管他 估计昨晚没睡好 听说苏门达拉动乱 你父母还好吧 没受什么影响 那就好 我怎么现在变得这么脆弱和小心眼了呢 安安救了秦秦姐 我应该满心感谢啊 而会长 我一直都知道 她就是那么一个霸道专制的人 我为什么要生她的气呢 阮青天 你今天吃饭的时候表现得尤其不好 你这样任性 会让安安觉得尴尬和为难的 你再也不能这样了 你得去找安安 向她道歉才是 爹 娘 你们现在还好吗 实在没钱了 我就把房子卖了 一部分给你们寄过去了 也不知道你们收到没有 还有一小部分给了小雅和秋芬 他们这几年一直照顾我 也特别不容易 现在我住在仁公馆 对田田说是因为送城 其实 我是真的走投无路了 楚小姐 会长请您去见她 好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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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丑小姐 这张支票 你回到苏门达拉 现金你留着自己用 不够的话你再和我说 会长再给安安安钱 会长 我不能给你和田田添麻烦 顾忌一下大小姐的面子吧 行了 我都懂 会长 谢谢你啊 说实话 我做梦也没有想过 你会这么对我 当初也是因为我 小小才认识那个软斌的 可是我真的没有想到 会发生那样的悲剧 你现在还肯这么帮我 我真的无以为报 你是田田的朋友 今天又救了我姐 这是你应得的 也是我该做的 苏门达拉动乱很快就会结束 你很快就会和你父母团聚了 谢谢你会长 对 我 我 站住 去给我倒一杯咖啡 我不会磨咖啡豆 我有没有资格磨你的咖啡豆 还有 我煮的咖啡你敢喝吗 我当然不敢喝 你去跟安安好好学学 他磨的咖啡我敢喝 是是是 他什么都好 我什么都不好 霍长 我想你心里应该很清楚 我就是个粗鄙的野丫头 没有办法好好照顾你 只有全能的大家闺序 我才能好好陪着你 你今天怎么了 发烧了 你真的在意过我的感受吗 你说什么 好歹我还住在人公馆里 安安又是我的朋友 你给安安钱的事情 怎么不跟我说一声呢 你说什么 我看见你给安安钱了 原来你是失醋了 那青田 知不知道你真好笑 这个是我家 我做什么事情需要向你报告吗 可是安安是我的好朋友 那又怎么样 你爹下我妹妹的时候和我报告了吗 我说了 我爹没有杀晓晓那只是意外 意外 那你爹现在到哪里去了 你把你爹找回来我就相信你 我 所以我告诉你 若然青田 你别再跟我说这些歪理 我根本就没有兴趣听 还有 你真的要吃安安的醋 我也没有办法 但是我就是心甘情愿地对安安好 好了 去给我们咖啡 去呀 我不会是说得太过分了吧 谁让这丫头总是往枪口上撞呢 我说得太过分了吧 我说得太过分了吧 阿春 叫楚小姐下来吃饭 是 会长 你衣服上有会尘吗 你又要吃了吗 我说不认识 我会尽的 你也要吃了 我看你 你不认识 我说不认识 你不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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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长 不好啦 楚小姐不见了 你说什么 桌子上只留下这个 任会长 我没有想到 我的出现会打扰了你们的生活 我想 田田可能是误会我了 我还是离开会比较好 不能因为我影响了你们的感情 你给我的钱 我以后一定会还给你的 告诉田田 这所有的一切 我都非常感谢她 勿念楚安安 安安走了 我必须去找她 她一个女人能去哪里啊 她真的想要夺你 你也找不到她 我给她的钱足够她租房子 或者住酒店了 会长 你要是不想去的话 那我自己去 我想安安她还没有走远 我怕她有危险 我必须去找她 你不能去 安安是我的好朋友 我不能让她因为我而受到委屈 会长 您就安心在家吧 我让阿秋和阿东保护阮小姐 不会有事的 那你们一定要好好地保护阮小姐 是 会长 那咱们可说好了 这圣家的房租下个月也得交清 不能再拖了 我知道了 或者你们二位任何一位 如果能和我约会的话 这房租嘛 还可以再晚一点 您放心吧 先生 下个月我一定按时交气房租 那好吧 小雅 你也走吧 连秋芬都已经走了 我现在已经不是大小姐了 也没有办法给你发工资了 小姐 小雅已经伺候小姐快十年了 小雅也早就把小姐 当成世界上最亲的人了 小雅不会离开小姐的 好了好了 小雅 那以后咱们这姐妹俩 就好好过日子知道吗 嗯 走 回家 嗯 薇宇啊 这个盒子里面是什么 哦 这是刚刚有人送来给小姐的 我看您跟会长在厨房谈话 所以就先放在这里了 哦 好吧 那你先去忙吧 嗯 小姐 怎么了 没 没什么 我看到一只蟑螂 你可以猜一下 下次会收到什么礼物 不行 我不能再让一封杀害我爹 我必须先去一趟邻家 软小姐 我们去哪儿 阿渠阿渡 我们兵分三路吧 这样比较快一点 可是阿淳让我们保护您 可是找到安安要紧 你们不要担心 我会保护好我自己的 这 哎 别这样子了 快去找吧 哎 软小姐 放心吧 你们快去吧 快去 小姐 小姐 你去哪儿啊 城隍庙三十三号 好 走吧 谢谢 我爹呢 他人呢 你把他怎么样了 你来了 我等得花都谢了 凌风 我再说一次 我要见我爹 你爹啊 你爹好着呢 可是那根断手指 是 吓着你了吧 谁让你不过来找我呢 没办法呀 我只能出狠招 你放心吧 那不过是道具而已 你爹的手指还是完整的 不过我有些东西要给你看 什么东西 来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你爹的护身符啊 凌风 你未免也太卑鄙了吧 我告诉你 我是不会跟你结婚的 这可由不得你 西天 我已经寄到人公馆去了 什么 你 是 之前小雅和秋芬说过 安安去医院做检查 前两天我让你拿照片去医院问 这事你办得怎么样了 还没有找到 多派点人手 一定要尽快找出来 是 是 晚安 你一定要照顾好自己和孩子 千万不要出什么事啊 天天 我让小厨房做了几样菜 你尝尝合不合口味 我要见我爹 我把菜放桌上了 你吃热吃 我说了我要见我爹 结婚之后 我自然会让你见你爹 你 别这么看着 我对你的爱 一点都不比任浩明来得少 而且只有我 能让你幸福 我也告诉你 如果还有选择机会的话 我希望我从来都没有见过 原来你是这样想的 可你知道吗 是我先遇见的你 是我先爱上的你 你还好意思说爱 你的爱都是有条件的 是我用我爹的生命交换来的 我从来没想要这样 是任浩明半路杀了出来 我也从来没有想过要去利用你 那又怎么样呢 我并不爱你 你再说一遍 我说我并不爱你 你不爱也得爱 从今以后你就是我的妻子 我愿意怎样就怎样 林峰 我告诉你 我可以跟你结婚 但是只有夫妻的名分 因为我不爱你 还有 我有我的自由 我想去哪里就去哪里 别忘了婚礼的日子 你 你的脸怎么了 没事 风哥 兄弟我就说实话了 我实在是想不明白 您对阮小姐的痴心 到底从何而来呀 兄弟们都说您这是招了魔证了 才会吸气糟粕 气急精华呀 别以为我不知道 你们四下里拿这事下注来着是吧 赢了多少钱拿出来 风哥 怎么说 您还真爱阮小姐了 当然了 你懂什么 女人嘛 有魅力 不在于她们长得有多漂亮 而在于她们的气质 她们的纯真 您 您说像阮青田这样的女孩 上哪儿找去 安安到底跑到哪里去了 那不是安安吗 她在当铺门口干什么呀 她在当铺门口干什么呀 老板 你看这条项链可以当多少钱 十块钱 才十块钱 老板 我这可是足金的项链啊 我这店里全是宝贝 都是足金的 就十块爱荡不荡 安安 田田 你在干什么 我找了你半天了 这 这不是宋承给你的项链吗 会长给你的钱你都花没了 你就别管那么多了 不要当了 我们出去说 岳父大人 您别这么看着我 田田跟我结婚后 我青帮大大小小的赌房 都任你赌 这难道不是好事吗 你臭不要脸 想占我女儿便宜 我就是骗了这把老骨头 也坚决不会让你得逞的 阮斌 我叫你一声岳父 我叫你一声岳父 你可别不识抬举 你和你女儿的命 都钻在我手里呢 该怎么做不用我教你吧 你可别不识了 好了 别这样 那你放心吧 我会对田田好的 好好想想吧 是 是 你说阿诚他有没有找到安安 你还惦记他们呀 要不是楚安安 咱们家哪有这么多事 这楚安安一走 姑爷的心也就跟着飞了 话不能这么说 安安现在有身孕 她一个人在外面又怀着孩子 万一有什么危险 小姐 您就放心吧 这两天您天天去庙里求平安 就是有什么 也会让您这个大好人的善心给化解了 小姐 您就放心吧 既然姑爷都去找了 应该不会有事的 是啊 大愿如此吧 喂 李老板 请铁收到了吗 请您一定赏光啊 对了 转账的事情怎么样了 竞标的时候可需要这笔钱 只要您帮忙 青帮一定不会亏待您的 不好意思啊 李先生 我赏光没问题 但是可能还需要您盖一下印章 什么 印章 好 你放心 印章的事情我去办 好的 再见 再见 阿安也真是的 肚子越来越大 让他去住人公馆还不同意 现在过得这么艰难 还在跟我见外 阮小姐 阮小姐 我正要去找你呢 宋公子 你怎么在这啊 我找遍了上海也没找到阿安 这几天也没见你给我爹消息 我心里特别着急 所以想来问问你 不知道你有没有阿安的消息 我怎么会知道啊 他又不是我妻子 你别再缠着我了 阮小姐 看阮青田的神情有些奇怪 想必他已经知道阿安的下落了 既然他会出现在这里 那说明阿安就一定住在这附近 我先去阮家周围四处看看 说不定阿安就在哪里 谁啊 谁啊 安安 你真的在这里 安安 真的是你 真的是你啊 安安 你为什么要离开我 我到底做错了什么 让你下定决心非要离开我不可 宋长 我现在跟你没什么好说的 你好好的跟秀枝姐过日子就对了 安安 听我解释 我是真的不爱秀枝 姐 虽然我不能跟她离婚 可是我对你的感情是真的 我拜托你相信我 求你了安安 感情是真的 你对我的感情是真的 当初对秀枝姐的感情也是真的 我现在已经搞不懂什么是爱情了 宋长 你的爱太重了 你让三个人都苦不堪言 你就好好对秀枝姐就行了 我真的好累 我求求你放过我好不好 不好不好不好 我们已经有孩子了 你总不能不考虑孩子了 这是我一个人的跟你没关系 你不能 你不能这样 别碰我 你伤了孩子谁也放不起责 你就再也无法接受我了吗 宋长 我们以后不要再见面了 我现在考虑的不是爱不爱 有的时候责任比爱更重要 我现在只想简简单单地过日子 求求你 不要再来打扰了 你不用招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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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春 这是凌家送来的喜帖 你不能去 买报 买报了 青年商会会长的妻子让人抢去了 快来看呀 天大的新闻 洪洞准遇上海天的大新闻 快来看呀 先生 买杯报纸吧 把所有的报纸全都给我收回来 是 对不起 请把你的报纸给我 给您钱 好 阿夏 今天我陪会长投标 家里交给你了 放心吧 还有 借上那些卖报纸的都闭嘴了吗 都已经办妥了 那就好 好 这烧饼真好吃 怎么吃了一个一点都不觉得饱呢 真奇怪 没事吧 小朋友 对不起啊 把你的烧饼弄掉了 咱们的锦兵马上就要开始了 这次在竞争对手是李老板 您可不要掉以轻心的 去上会 是 阿春 您让佟老爷替我去投标 我会尽快赶过去 会长 您要以大气为重啊 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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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长去干什么了 会长还是看到了报纸上那条消息 这肯定是拦不住啊 这肯定是拦不住啊 阿春 那现在怎么办 既要是阿秋阿冬 一定要追上会长 小姐头发可真好 小姐头发可真好 又软又顺 人们说头发软顺的人心地善良 我看这话说的真没错 娘 你以前说过 这辈子只能对两个男人好 一个是我爹 一个就是我将来的丈夫 可是今天 今天不能听你的话了 因为我爱的人 这辈子注定不能成为我的丈夫 而我要嫁的人 却是我爱人的仇人 上天好能捉弄人 他让我们痘痘转转缠到了一起 却怎么也无法理出个头绪来 女儿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难道这就是命吗 我真的要认命吗 小姐 你怎么哭了 是不是因为没有家人给你送亲 您放心 林家的人都很好相处 您以后呀 就把这儿当成自己的家 我叫你一声岳父 你可别不识抬举 你和你女儿的性命 都攥在我的手里 该怎么做不用我教你了吧 爹 你先下去吧 是 爹 你有没有怎么样 林凤腾有没有伤害你啊 爹没事 爹知道你喜欢那个任会长 可是爹和会长的妹妹 毕竟有一段孽缘 你们走不到一起的 爹对不起你 爹 我早就不失望和任昊明在一起了 这样挺好的 我是自愿嫁给林先生的 他对我真的很好 爹 我说的 我说的 我说的都是真的 只要你没事 我们一家人都好好的 就比什么都强 让你受苦 让你受苦 是爹对不起你 爹 今天可是我大喜的日子 您别这么说 来 看看女儿的嫁衣 漂亮不漂亮 当然漂亮 我女儿穿什么都漂亮 我好 我好 请 你便请 来 里边请 谢谢啊 这边 里面请 恭喜恭喜啊 谢谢 来 这边 谢谢 恭喜恭喜 你便请 里面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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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丰哥 恭喜啊 李老板 你怎么来了 请 恭喜恭喜 您不是去竞标县场吗 任昊明知道你要结婚的消息 恭喜恭喜 竞标县场肯定是去不了了 一会儿仪式我就不参加了 竞标的事您就放心吧 请 里面请 丰哥终于报得美人归 我做兄弟的得表示一下 谢谢 好 给我吧 那多谢李老板了 那我就不进去了 这就去会场 丰哥 转账的事情打点好了 就差没印章 不过不是问题 只要你能把这支标拿下 钱马上就到位 那就好 那我就祝丰哥早生贵子 幸福美满 慢走 我先走了过 走 我先走了 你 我先走了 你 初夏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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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队 会长 会长 使不得呀 会长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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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我心里